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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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了人生的大舞台 每个人都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首先是许可 从一个总是藏在别人身后需要保护的人 他的内心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 当金钱和利益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开始膨胀 他借助孙庙的同学关系平不清理 他甚至于摄取离间了张波和孙庙之间的情感 更在孙庙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 事情败露之后 许可不但不知悔感 还利用这个事情继续的威胁孙庙 变本加厉的对付张波和高硕 他希望一手独霸 二手车电 兄弟之间彻底的决定 在兄弟的背叛事业的势力双重的打击之下 张波开始陷入到了人生的地步 还好有孙庙的陪伴 然后打开了心结 而大家也更想看到的 其实是破镜同源 是张波和孙庙重归于好 那么在孙庙的提议和帮助之下 张波高硕重新建了一个新的 叫兄弟气貌的4SB 而且从孙庙父亲的公司里 拿到了最后的一批货源 他们的事业再次起航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好消息传来 蓝星怀孕了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这真的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他们的身边有一个阴谋 而这个设计阴谋的人 正是许可 因为二手行业不景气 许可也瞄准了孙庙父亲 恭喜的那批货 为了得到这批货 他暗中操纵汽车贩卖会 企图把张波和高硕 新建的一个公司陷入逐境 好在他的阴谋 被拆穿了 这个教训是不是能够让许可 幡然悔悟 兄弟三人经过了一番波折 能不能重新走到一起 或者他们三个人 会越走越远呢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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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我求求你 你再发过一次 小梅 别走 小梅 千万能没出息的样子 姐不敢你忘了 老子有钱的时候 马屁排得比谁都小 老子现在没钱了是吧 小梅 出门 出门要这么多 你会偷死你 臭表 你个仨物货 滚 滚 滚 你这儿干什么 起来 你这儿干什么 起来 起来 这给我太抱歉了 我被冰枪公司开闯了 我现在就有身心车行 张布尔 告诉我 你能不能帮帮我 把这批车让给我一半 求求你们帮帮我 能不能帮帮我 要不然我的公司就完 不不不不 咱们的公司就全废了 要不要 要不要 能不能帮帮我 现在你来求我 当时我们求你的时候 你就死了这条心 这些车我们一辆都不会给你 行了 水辆去 差不多 水辆哥 表明 我知道我错了 我怎么不行 你干什么 我怎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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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装了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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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是误会 没到我们那种 你死我活地过 你懂什么你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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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统计了一下 除了余景出了一些车里之外 应该还能胜一半 原谅 淼淼 淼淼 我先走 你聊吧 我去看上面 淼淼 淼淼 我希望这次 这次事过后呢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共同做事 共同努力 一定 怎么了 这么傻子 傻丫头 咱们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明白 我不想说 可以吗 可以 那得不说 我知道你这两天惹累了 过来两天惹累了 过来两天惹累了 出自然气好吗 展伯 你爱我吗 当然 当然 干嘛这么说 你能不能保证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永远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我会不会离开我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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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这公司在差分期 分不着心啊 你应该行不行 做行你该行哪 让工作 充满生活 你现在工作为重点 我可听说 怀孕期限的男人 最容易出房人 一个八十度一点 那我今晚跟你回家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合适的人才 应届生定性差 不敢招 有经验呢 要求待遇高 招不起 很难招到性价比高的人才 不瞒你们说啊 我刚毕业的时候 比他们现在还惨 行吧 就先到这儿吧 能不能再说 帮我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来了 能不能再改我一次机会啊 你已经知道了 今天已经结束了 来 郑经理 你看 要不要给他个机会 好 慢走 请坐 首先 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欧阳小雪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个 是我的简历 请领导部部 中北大学 中北大学 对啊 汽车设计专业 这位是公司总经理 高总 应该算得上是你的师兄 您这么年轻就成功了 咱们学校 还能培养出您这样的人才 你真是夸我的 不是不是 我只是对自己的学校 不太有信心 不过啊 看大年 我又有些自信了 我告诉你啊 自信 才能自强 自强才能自立 自立才能成功 好 雷经理 我觉得小雪不错 留下吧 谢谢高总 慢点 高总 别让我失望了 啊 我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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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美60周年的中年时刻 这些军队将来兴议的风场接受此国分人民的纪约 喂老婆 干嘛呢 在家待着呢 怎么样 在家待着好吗 不好 怎么了 没你在身边特别没意思 我知道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 我知道你忙 等我这两天车户回去看看你吧 我都听了好几次了 别说了我有些困惑吧 拜拜 谢谢你 嗯 高总晚安 你们知道这块弟弟公司有多重要吗 他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发展 我让你们去谈局被人抢走了 高总 结果有人出了比我们更傲价钱 哪家公司是 市经上 不可能 那家公司哪有这么大实力 结果有人为他们注资了 什么 你 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 咱们公司新整的那块地打算开店了 跟人抢走 那实在不行就再找一块块的 救了许可看 不知你妈 会不会是许可也不知道 咱们要这块地 踏实的价比咱们高 如果许可连竞争对手都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抢这块地 我还是有点比他想 这样吧 我去找找他 许可 许可 韩姐 你他妈不就是一个穷小子吗 你和孙妙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不觉得你像个小丑吗 用不着这样侮辱我吧 我 哎 海铁 你想跟我说什么 其实吧 这个冠军 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要不要咱俩读点别的 读什么 妙妙 怎么样 你怎么不在这 山寨拳王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会跟这人在一起呢 我怎么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就行你找孙妙他爸当考栅 我不能找韩总给我撑腰啊 好 我今天来就想问你一句 那块地是不是你买了 是啊 消息还挺明瞳的 是这样 我们公司呢 扩大经理了 那块地正合适 你是不是 不知道我们也正在谈这块地 我知道 不过生意场上无兄弟 谁出的价高 就是谁啊 这是规矩 你这意思 那是你成心的了 好 好 你开个价了 我能说 哎呀 没想到 这么多年 你的性格一点都不变 不双坏 不过呢 现在有了韩总的支持 我还真不喜欢你 那点钱 那你说吧 你想怎么样 如果要是换成以前的话呢 我会让你把送料让你 但是现在 虽然你竟然让我给睡了 也没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遍 呀 你还不知道啊 没办法 这么多年 我的性格也没变 就要占人家小铁 等着 还要打我 保安 放开我 放开我 张国 别他们以为你会打钱 就天天得 东宝子 我挑你大爷 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需要随便说我多大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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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爱随便的话 你就收拾你的虚弱 你赶紧给他个归宿啊你 你需要随便 老婆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睡不着 有什么气呢 明天你爸妈又因为我吵起来 你又因为什么吵架呀 就是因为你不回来 我这天天忙的饭都吃不上一口 怎么 你这一打电话没安慰一句话 然后就总挑我毛病是吧 需要安慰我就不需要吗 不是你一天天除了这句话 是不是没别的话说了 你不烦我都烦了真的 你还烦 是挡钱重要 还是我跟孩子重要 我说了 这一个问题别重复问行吗 都重要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重话中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与关系 抱歉 疼 哎 高哥 这么晚还不回家 我想多看看资料 今天差点就入气了呢 还没吃饭呢 您一说我还真有点饿 走了 一起吃吧 慢点吃 先喝口水 我看你这样子 想起到我毕业那会儿 我毕业的时候跟你一样 什么也不懂 连工作都找不到 你比我还强的 有工作 是吗 那可能现在是成功您是了呀 我成功真是 高总您太谦虚了 不过 我只看到了您的成功 却没看到 您背后的努力和汗水 你肯定要有努力啊 没有苦那有甜 高总 你每年加班那么晚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多吃点 高总 您找我 哎 雯经理 我先请你帮个忙 你去给小雪 换一个好一点的住床 别让他知道 你就说是公司给薛员工的福利 高总 您去过他的住宿 没有 但我就说 他家进公司就有了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呀 我不说谁知道 好吧 我 慢着 张伯今天没来上班 怎么了 他已经找到水谱了 估计是职能力俩的事 昨天我去胡锦涉找到哪个 长期 妙妙 我亲爱的妙妙 妙妙 我在此郑重向你求婚 希望你能够答应我做我妻子 与我一起共度美好的人生 妙妙 我在这里郑重向你求婚 我希望能够 许你 向你成为我的妻子 请你嫁给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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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始终不忍心 给你的爱情和爱情 我从一开始就想你决心 我在这对天发誓 我发誓童子以后不会让人欺负 我是真心爱你 希望你能够嫁给我 你是在同情我吗 不是 我是真心爱你 请你相信我 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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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我愿意 嫁给我 嫁给我 我爱你 我爱你 给你的爱情 成了爱情 吞了泪再不停 变少人心 原来的分析 原来说明 你突然不爱你 就进入世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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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小雪 公司安排的住处还满意吧 高总 咱们公司对员工的福利实在是太好了 今后啊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满意就好 以后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我就让下半人去办 谢谢高总照顾 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劳民费心了 对了 我要出席一个宴会 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啊 我 你要是没时间就算了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不太会说话 不用说话 跟着我就行 到时候我来接你 啊 挂了 嗯 再见 怎么样 正常吧 正常 正常着呢 医生不说我都知道 肯定是男孩 这万一要是女孩呢 就是啊 咱们家可不行这封建思想 男女都一样 得给兰心增加思想负担嘛 你看看你们俩 我就说说嘛 妈我也是和爸说着玩的 哎 烂心啊 高叔最近来电话了没有 哦 他前两天给我打过 嗯 他最近工作挺忙的 高叔 高叔 什么呢 这出门不在手机 哎 哎 小杨 来正好 金包总了吗 不知道 早晨还看到他来公司了 后来就没有看见他 会啊 你希望如果见到他 让他赶紧去回电话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眼睛摔了一下啊 估计孩子躲不住了 好 先去忙吧 嗯 什么人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上哪儿车手机都不打 赶紧回到家 兰心睡了一下 正在院宝台呢 什么 什么什么 看下去 喂 爸 兰心会还是怎么样啊 怎么这么严重 行了 我再回去的路上了 好了 兰心你没事吧 哎 哎 哎 娘有事啊 藤菜都凉了 嗯 你怎么没去医院啊 那孩子没事吧 对不起高叔 我和孩子都没事 我就是 就是想让你回来陪陪我 我大老连 我大老连急急忙忙回来 你却骗我多了 啊 是我出的主意 你看看 老婆都怀孕了 也不回来看一眼 工作有那么忙吗 啊 让你回来吧 你是这好了 那好了 你有一大堆 啊 不这样你能回来 还好啊 你有理了 爸 你别生气了 咱们这次 确实是过分了 大仙 你知道我一路上 开车开得快吗 啊 你不怕我有个闪失吗 啊 对不起高叔 他们骗我也算了 你是我老吗 你不信当我是吧 儿子啊 少说两句 蓝星怀孕都七个多月了 生气对孩子可不好啊 不是你觉得 你们真要有劲吗 真有意思吗 别说闭嘴 我叫你回来 叫你气我来的 啊 蓝星的确是摔倒了 虽然是有心理性 可是当初 你在电话里怎么说的 你让他 好好照顾自己 小心点 没事别嚼劲 我看呢 是你最矫情 我问你 自从蓝星 怀孕以后 你给他打过几次电话 爸 我忙你不是不知道 你撤这个闲蛋 我告诉你啊 老老实实地赔 蓝星几天 爸 你别生气了 我真的没事 你让他回去忙工作吧 行了 我人一回来了 你没事 我走了 你管 你管理就别再回来 你 不是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高叔 快给你爸跟蓝星道歉 我没错 我为什么道歉啊 你们陪我 你们还没道歉呢 我道歉 喂 真小子 高叔 高叔 你能不能陪我几天 你在家安心在产吧 过两天我回来陪你 我不让你走 我公司有急事 我必须要赶回去 听话 我不 孩子在肚子里掉爸爸呢 不信你听 蓝星 你平时挺懂事的 这次为什么跟爸妈一起来骗我 我走了 不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伤害 淹没我 而爱已不再 你绝望地离开 没有泪流下来 我为什么不行 我为什么不能追你 我照样可以给你快乐 给你幸福 舍不得 你穿去就来 在你的爱之外 我在哪里存在 在你的爱之外 我该不该 我该不该 你怎么办 郭总 你怎么来了 听刘经理说你病了 我来看看 没事就是浑身无力 有点 有点咳嗽 怎么这么痛 不行 赶紧换衣服 我带你去医院 快点 我下落宫去 回来了 男性没事 还说你骗我 根本就没事的 没事就行了 怎么样是人家挺忙的 没时间到我家 这次回去 怎么没多再两天 来来来来 钱跟我过 怎么办 事业重要 家庭更重要 别不此事别了 你还跟我讲 这道理呢 行 现在你回来 言人事跟你说 那份地 不是被许可买走了吗 你觉得咱们 是不是应该 误色一下新的定点 再加上马上再春节了 我觉得新店 必须在春节之后 马上开工 你有合适的就 倒是酒一块 但价格也要偏高 另外也让 许可给许可 许可 许可 你们哪儿都有许可 他跟奶奶才是 也这么大手 不一样 顶上你计划 少东西 韩姐 韩哥 这回多亏你帮忙了 我都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好了 谢就不必了 不过我也挺纳闷 当初你跟张波 他们关系 不是挺铁的呢 怎么现在 和他们竞争 呸 韩哥 你是不是知道 他们当初 如果还没有我 我早那么饿死 最后还跟我争什么祸 我现在想弄死他的心 好 我就欣赏你这种心 有仇必报 张波那小哥 他赢过我一次 这次他休想再赢 谁 就大学 捐心跳那小子 嗯 还记仇呢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看着他有很多 我信价也挺多 放心 别让我划 你当时的划 他就会 找不死 对了 这次这个 地皮的买卖呢 是以竞标的方权的结果 你觉得咱们是个应该参与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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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有希望 嗯 你这样吧 你去准备准备 别说了 行 没问题 不对啊 这活以前都是你干的 干嘛让我干啊 八哥我求求你了啊 这一堆事忙着 明天还有事呢 我告诉你啊 我就发现你最近有幸福在年 我可听你说了啊 你对咱们公司一小丫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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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还嫌少不大哥 赶紧忙去吧 求你了 滚蛋 我跟你说啊 我这人说话嘴上没有把门的 到时候传来信 你别怪了 举可非但没有悔改 而且还越发无耻 他把自己强暴了孙妙的事情 告诉给了张波 他当然希望这样可以把两个人拆散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因为没有经历过 张波和孙妙这样的情感 他当然也不懂得爱情到底是什么 张波在之前的故事当中 我们讲到了 他内心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他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 好像配不上孙妙 而这一次 当这件事情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像一个男人一样 真正的有了担当 他知道了孙妙为了他所做的那些付出 所以他向孙妙提出了结婚的情绪 这对恋人呢 终于是历经风雨 尘埃落定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故事当中还有一对 高硕跟兰心 高硕和兰心之前 他们的情感让人都非常的羡慕 可是呢 现在因为兰心怀孕了 怀孕之后 两个人之间 长期的分居 再加上缺少必要的沟通 在情感上反而出现了危机 高硕觉得一边是工作 一边是怀孕的老婆需要照须 这时候他好像觉得自己总是处在一个 像齿轮一样高速的运转 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机会 而新的润滑剂 很快就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就是实习生小雪 敏感的观众立刻就意识到 在剧集进行到现在的时候 突然间有这个人物的加入 那么高硕和小雪之间 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还有 企图拆散张波和孙庙的许可 和韩杰走到了一起 他们又会挑出什么样的事端呢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故事 是我特意给你听门 喜欢吗 应该喜欢 在无法对现实的梦子前 我这次想弄票大了 至于违法了 还把我当轻易的话 就帮帮我 有多少钱 五千万 这钱我听妙妙打的 快看看 听这个好看了 怕可能外面有人了 这都没什么事 原来真的如此 我也别爱着 如果一旦查出来的话 跟咱们也突然开启 我们接到足够 你们目前销售的车辆 全部都是狗丝车 狗丝车 担心 不是我被警察抓走了 你怕会坐牢 担心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